国务院总理李强8号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19届亚运会闭幕式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李强表示 今年5月 习近平主席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商定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为两国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方运同乌方一道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扩大经贸合作规模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加强人文交流 全面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中方愿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携手努力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阿里波夫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杭州亚运会 表示 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国中亚合作 把乌中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吴正龙 慎怡勤等参加会见 好 这个简体制作为组织的圧品 这下面我终于是一位模仿有词 与前方的本身新墙 δ约上一半 这样是一还可以 样是一位模价